我要怎麼樣在家裡面找到我的文昌位 傳統上一定要講 我在那邊擺什麼東西 還是我叫小孩在那邊念書 他會書念的比較好 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你要怎麼樣找到家裡面適合念書的好環境 好感謝大家 我們幾支風水影片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歡 就像我們常說的啊 命理學必須要實用 而不是學來瞎自己的 風水也是這樣子 真正好的風水呢 實際上是讓自己呢 的人生住的舒服過的快樂 然後依照你的需求 讓你在這個空間環境裡面 你的身心靈都得到了滿足 這就會是好的風水 那當你的身心得到滿足的時候呢 自然而然做什麼事情 就會比別人好一點 而不是真的去擺一些什麼奇怪的東西 我當然也不會覺得說它完全的不對 可是呢 往往當你不知道它背後的原理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圖具一個形式主 明明吃飯吃得很開心 卻眼淚一直掉一直掉 你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隨著我們付費頻道的開通 對於優異跟造訓症的更深度的解析 以及優異跟造訓症的人呢 他的靈魂會比較容易接觸到外面的靈魂 等等的這些細節項目 我們會在我們的付費頻道裡面 來讓大家了解 就好像你看到別人開法拉利 然後呢 看到樂高積木 也出了法拉利祝合 結果呢 你覺得東西長得很像 你就去買一套樂高積木 把它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之後啊 它就會像一台法拉利嗎 不會 它只是模型而已 所以風水上面很多問題 也是這個樣子 你不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那邊要擺一顆石頭 你不知道說 為什麼人家那邊要貼一張膚 然後很多老師 他也不去跟你談背後的原理 或者談的都很玄 哇這自古以來怎麼樣啊 那我們那個承接上天 那個拿一個將軍的力量 各式各樣聲聲歸歸的事情 可是這些東西它都不合理啊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它一定是合理的 一定是合邏輯的 他才有辦法這樣子做 所以呢 很多時候是我們看到人家怎麼做 然後我們就照著抄 但事實上那個效果就不好了 幾次的這個風水影片談下來 大家都覺得 哇很棒 我們告訴大家各式各樣 那個不需要花什麼很多的籤 但是就可以把風水調整好的一些手法 最近呢有很多網友都問說啊 因為考試季節要到了 事實上已經考過了 可是到了明年的考試呢 還有一年 剛好要為家中的小朋友 要準備很好的讀書環境 我要怎麼樣在家裡面 找到我的文昌位 傳統上一定要講 我在那邊擺什麼東西 還是我叫小孩在那邊念書 他會書念的比較好 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你要怎麼樣找到家裡面 適合念書的好環境 是不是所謂的文昌位呢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為大家來解釋 據說台灣現在的每年考大學的人數 大概全台灣的國立大學 剛好填補到這個人數 私立大學大概都要倒光光 但事實上這個我們還是有每一個人 有他自己喜歡的 那再來考試也不是只有考大學 有考各種東西 考公務人員啊 或是考各式各樣的 對於考試這件事情來講 我們最主要需要的是什麼 原則上要盡心 專心專注 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因此呢 在比較好的這一種環境之下呢 那就風水的格局上面來講 我們其實要具備就是啊 最好是坐的椅子 背後要能夠是靠牆的 或者是至少啊 他不要背後是有門的 那有很多說 老師可是那個 我們家那個房間 背後就是個門 那這個時候呢 我會建議你啊 在考試期間 至少你裝個門簾把它擋起來 而且是比較厚一點的門簾 那如果再不行的話 比較高腳背的椅子 也會是比較好的 說原板凳或低腳背的椅子呢 這樣子呢 會相對讓人的安全感會降低 然後比較不容易坐得久 所以一張好的椅子 這樣會坐得比較久一點 或者是要背後牆壁 或者是書櫃 這種就是後面有個靠的概念 你在念書的時候 用你的書桌 然後對應你整個全部的方位 那你的椅子後面 當然就是你的玄武衛 那玄武衛我們跟大家講過 那就是精神跟靈魂 要穩定的地方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事情是我既然要考試 我一定要有個動力 跟我有一個遠方的目標 所以租缺位很重要 書桌前面可以看得到 有窗戶的 然後有遠方的 當然大前提是 你不要窗戶打開 是隔壁人家的浴室 這樣很難專心 如果沒有辦法 有可能沒有窗戶 第二個呢 打開可能就很雜亂 我們就會建議說 至少你要在你的書桌前 你可以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你可以放比較大的風景的照片 那可以讓你自己在讀書之餘呢 你的心情上會好一點 第二個可以貼上一些目標跟標語 朱雀胃啊 它之所以代表了子孫 代表前情 其實都是因為 它透過風景來影響人腦 影響你的視覺感受 就好像我今天去看到雜亂的平民窟 跟我看到一片海 那個我心情是不一樣的 再來一點呢 就是啊 最好這個位置呢 它的左手邊不要堆雜物 然後呢 左手邊呢 左手邊就是所謂的青龍味 要是比較乾淨平穩的 那當然啦 如果白虎味太雜亂也不行 但如果說你東西吃在沒有地方放 你只能青龍跟白虎選一個 讓白虎爛掉好了 但青龍味至少是要穩定的 好 以上這些是 我們在想要找一個好的讀書的地方 你要寫書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像我自己寫書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東西整理好 好的念書的地方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常常講說 一個好的風水 必須要搭配你自己的命盤 那我當有自己的命盤的時候呢 我要怎麼去挑出我好的這個位置呢 第一個命盤上面啊 會有幾顆星是博學的星藥 巨門星 天良星 天積星 貪狼星 天童星 這幾顆都是博學的星藥 所以這幾顆星所在的位置 只要第一它沒有跟殺星放在一起 第二它本身沒有花季 原則上這幾顆星所在的位置 對應命盤而呈現出來的方位 這個不知道怎麼跟命盤上面 對應方位的 可以看我們前幾支影片 就命盤的十二宮等於十二個方位 那你的天童星如果在尹的這個位置 那就表示在東北方 家裡面的東北方這樣子 那這幾個方位呢 基本上就會是你在這邊 心會比較定的 但是要切記 它不可以有煞 不可以有祭 那問題來了 你會想說 老師 可是我找不到啊 都有煞跟祭 那怎麼辦呢 那第二個選項呢 是找你自己的福德宮 官陸宮 這樣的位置 只要這兩個宮位呢 它的星藥沒有煞祭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用了 也可以放在那個位置 還是找不到呢 沒關係 那你可以找你福德宮跟官陸宮 宮肝所產生的入存的位置 譬如說你的福德宮的宮肝為甲 那會有個入存星在尹的那個位置 那你東北方就失了 但是呢 這個位置一樣的前提就是 不可以有煞祭 這個是最主要的挑選方法 那你說 老師可是真的沒有辦法啊 我通通都找不到啦 你的盤到底有什麼盤 有這麼多煞 我通通都找不到怎麼辦呢 那我也只能說 你就是找相對好的那個 那最後一下 在煞星跟劃祭之間呢 相對好的那個是劃祭 因為劃祭有的時候會是人的動力 我覺得我空缺 我覺得我不足 那我就會努力 所以劃祭可以用 那當然如果你所在的位置 你的官陸宮有一個劃路或劃圈 還有什麼太陽路啦 這種太陽啦 紫薇啦 這種是屬於官陸主的 然後是屬於努力的 或是文昌劃科啦 所以那邊的位置是可以用的 那最後一個文昌星所在的位置 文昌星所在的位置能不能用呢 文昌星所在的位置當然可以用 那也是還不錯的位置 但是它的前提一樣的 它不可以有煞技 當然以上這些呢 還要考慮到說 如果那個適合的位置 剛好是你家的馬桶 那這樣適不適合呢 那這樣當然就看個人啦 譬如說我個人 其實我常在馬桶上面寫書 所以或是看書 那當然就看個人 如果你真的 通常你都不太習慣的話 那馬桶就不信 那怎麼辦呢 還地方 台灣的學校已經這麼好考了 我們可以更多的目標 是去考一個自己喜歡的學校 而不是去考一個 好像聽說很好的學校 好希望大家可以 順利找到自己的文昌位 順利的把考試考好 shirt 筆次該 اغ 筺 oud 筆緻 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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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